这个鱼啊 水它放这个渠道 大的水渠河道 边缘河道 主流大河道 下排水的时候 放水的时候 那鱼从下河道往上跑 它这鱼是顶流上的 尤其那种大的一点的鱼 两斤左右 一斤半左右那种鱼 全是顶流上 可是顶流上到闸门口的时候 闸门是底下的水往下放 上面没都开开 底下半截放着往下走的 那么它走到这以后 它想过这个闸门 闸门不是一个土坝吗 大概有那么高 两米高左右 很高的一个土坝 它以为可以飞过去 所以这鱼顶流上了以后 就往上飞 飞的时候呢 我们就习惯了 就明白了 站着拿一个墙网 我们那个农村有那种大墙网 我说一站 从早晨 一般早晨 四点钟左右 四点半 没开天没亮的时候 你就带一个头灯 就在那顶着 鱼就奔着链来 就骗这个鱼 鱼就飞起来 一个一个鱼飞 然后拿着往街 每天早上我们街鱼 最后街的烦了 你想吃鱼就街鱼 飞起来 结果街鱼的时候呢 房东 柱子呢 我说我这一生 在农村救个俩人 一个柱子 他抽水的时候 就进 因为那天我们街的时候 水往下吸 因为你底下放 这边来的水 是这么滚动 往下走 会往闸门里边吸的 他在站困了 因为四点不多 我们去街 站上就困了 那两米多深的水 水底 掉下去了 说话也没说 天空东西扔了 什么都不顾了 一下跳下去了 我水性好 在那我是水性特别好的 游泳特别好的 因为就是毛驴子 下水也不怕 天天打鱼 天天摸虾 水性特别好 大家都知道 摸鱼我也摸 就在这个闸门 所以我熟悉它底下 所有的石块 我一看到下去 跳下去 我就扎下去了 他还乱动 我告诉他 别动 掐着脖子 脑袋就给后梗子 给他滴了起来 往上推 因为水性好 他底下力量大 就给他迎着边 靠边了 靠着水渠边 力量就小了 他水渠 旋转水流就小 我们俩就靠着边 我抓住顶 给他拍上去了 我弟弟吓得 一声不敢动 我发抖在那 我说快点抓住他 他也抓不住他 他就俩手 拼命地抓着眼 我给他救上去了 我救他一命 这是邻居 因为他老跟住 结果救他一命以后 你知道他家 给我们家一个什么奖励吗 冬天 杀猪 杀猪以后呢 说这个救我儿子一命 他爸说的 我们得分一半 把这猪切了一半 给我们家一半 怎么吃那么大 没办法 他就是因为了感谢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高中的一个同学 我在高中同学那是七一年 我们去那儿河里游泳 因为高中吧 上同学我们四个人 特别好 同班的嘛 他 我们俩同学 还有他哥比我大 都我们同班 他哥五四年的 都是从插队来的 都是城里插队 我们一个院的 还有一个城里插队的 我们四个都是高中同学 同班同学 哎呀来了 这一下呢 我们休泳 就在学校旁边 那个水区 就宽宽的河道 大概有五十米 四五十米宽 水游特别急 我水好 我无所谓 穿着游泳裤 我们就下去了 跳下去玩 正上课 中午休息 我们就跑这游 游过对岸 困难 我以为他们水性都很好 游的对岸四十多米 我就坐哪儿 我就哭通扎下来 我们俩先回来了 游回来了 我这一生就是在农村救过这两个人 他从那边跳起来 他哥哥跟我们一起游过来了 结果他晚一点 下去以后 就被漩涡 那种河流边那种漩涡 很深 那水大概两米深左右 边上很浅一点 那一米五 底下很深 他下被漩涡给卷 卷进去了 他水性我不知道那么差 我们回头 我们都上岸了 回头没人 这我说 他哪儿去了 他叫刘元 哪儿去了 没了 他哥也傻了 我不知道怎么没来 一会儿看那河卷 卷窝那边 上了一个 啪一个手伸上来了 又下去了 就是被漩涡卷进去以后 他拼命的想挣扎往上来 又叫一声 又下去了 我一看完了 咽着了 不行 一个猛的就下去 下去后两步自由泳 那没什么自由泳的 屁了 都哗过去一把 核四十米宽 到那里的三十多米 那深很深的 去了就过去了 结果我一过去 我刚一抓他的时候 后左手 他一把就抱住我的胳膊了 就连脑袋一块抱住了 我当时连喊了连动都没动 我就吓起来 我知道不能抱 抱我 我们俩一起就完了 在悬货里 我回手胳膊手上脑袋就一肘子 给他打蒙了 他以为怎么了呢 我抓住别动 回头 一把滴了后背 滴了起来了 水性好 那时候力量巨大 滴了起来以后 别动了 再动了 他妈的扔里边 拿给你 他听明白了 他已经蒙了 已经彻底蒙了 我就给他带到那个水面上以后 喘着气 他能喘气的 给他拉上来 从那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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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后边给 这么游着 我倒着羊 就是等于脚踩水 蹬着水 就俩人 俩手托着他 很高的 一米八多 我天哪 一米八五左右 给他滴了过来以后 那时候他就那么高了 篮球队那么学校 推上去 拉过来到岸边 他俩人来了 一把下来 俩人游进来 跟着我一起 搭着他 把他拽上去 拽上去 给扣地下 给他吐出来 所有枪的水 全部给他扣地下 拍他 扣了半天 上课都去不了了 救了他了 结果他爸爸 知道这事了 也要来学校 不是 我们因为去过他家 都是一个院 要感谢 后来他爸爸 也说过这事 可是他 我们这同学 他不好 后来的事不说了 没什么意义 虽然人的后来 走向都是自己 来判断的 不是你自己 弄得了的 在农村高中的时候 我们知识 就是从城市来的孩子 和农村来的孩子 没多大区别 都差不多 但是在运动的 整个天分上的 就是因为城市 还是运动的 特别多 所以在学校高中的时候 运动都城市 学来的 到这 因为我从小说过 打枪的我会跑的 最后还是记忆下来了 最后学校说 你跑长跑吧 学校老师从城里来 这个老师 我就去跑长跑了 结果第一次比赛 全局比赛 我就给摘到后了 因为我跑不动了 跑600米 有下800米 因为太急 我需要跑到前面 没准备好 600米我就退下来了 这是运动会 在学校参加运动会 还有一个 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说 你参加运动会 篮球队我也参加了 排球队也参加了 那个长跑我也参加了 然后是三项我也参加了 手的弹 标枪 牵球 我都参加了 我这三项 就是一项拿了冠军 拿了51米标枪 第一次投 老师一看 就成天在家 就成天打那个牛吧 我说对 因为牛跑到河里 说我们必须用那什么 打牛角 用那个牛鞭子和这个石头 打他的牛耳朵 飞过去 不许让他再互相打架 习惯了 因为我的邻居 小猪就是专门放 给队里放生活的 我每天回去放学的时候 就跟着他一起 骑回来 把那几十头牛和羊赶回来 骑到坡上 反正快慢 欺负驴 在农村还有一个 我是毛驴子嘛 好多孩子 我们习惯了 因为驴不听话 老去干别的去踢 或者去撒野 就把那个公驴 给抓一起给斗 还有一个公牛 公牛在那老打架 或者是老欺负别的牛 就把这公牛 只要是公牛欺负牛的 给他弄到水里去 给他呛的翻板 牛给他一进水 他就没辙了 牛就一点办法没有 我们仨人就干这事 我跟他 然后就在牛群里 把牛给弄到水里去 牛呛的不行了 都翻个了 行了完成任务了 给他滴了回来 再给水上飘嘛 翻了嘛 回了以后牛马上就好 一招地 他就好了 他只是被水给淹了一下 这是在农村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个 基本的生活的 它也是个常识 种地呢 这个更没问题了 你像我们种水稻 种玉米 豆子 高粱 青菜 我们不管 因为青菜是老年人 专门有 俩人种青菜 他们有 因为那个地方冬天 很冷 所以东北是不可以 很难种青菜的 只有一季 水稻也就是一季 我们就是水稻插秧 挑秧 在农村的时候 我去 第一年不行了 得学呀 第二年因为太阳强 成毛驴子了 结果春天插秧那时候 我就是 打头的了 什么叫打头的 在农村 打头的就是插秧 插得最快的 一盘价 叫一盘价 就两个女孩 比我大一点 二十多岁 我那时候才十几岁 十五岁不到 十六岁 对 十五岁那年 结果 车上队说 反正你是驴 队长 那个火瘸子 那我一会儿说 他火瘸子叫我去 老伙计的 年轻 特别好 我们邻居 他也二十多岁 就说 那个 毛驴子 你 今年 你得什么 盯着一盘价 一盘价 我天哪 第一的 插秧第一 你知道一天插多少羊吗 这俩人 谁都不愿意去供他 因为挑羊特别累 挑羊挑多少呢 就是泥片羊 我们的不是 水 那个靶羊 是泥片羊 是泥片产的 特别重 完了给他甩到里边 甩到他这个瓶 这个一般没下过枪都不知道 所以里边两人插 不停地插 哈日腰插 一会儿喝点水 休息一会儿 他俩应一天插 是我们区里获奖的 三亩半地 两个获奖的 这一盘价 我们仨人 我参加 把我累得都 正好那年 就七年 差点吐血了 什么叫吐血 没人尝过吧 就是要 里边的整个 腹腔里边 要爆炸 呕出来 那个顶到的喉咙的时候 吞下去了 全是那种血腥味 一把 给吞下去了 后来人说你没吐好 那我就一口吐那么老多血 我就惨了 回去废了 而且不能够再干了 我也怕当时要强了 这上队你都驴了 打头的毛驴子了 你不得好好干了 正功分正对高 我一看这 我就傻了 我就要强了 太要强 一差点没吐血了 这就是给我的教训 但是没有人 再跟他干了 只有我 我两年 我跟他们 差了两年 从七一年到七二年 全部是我给他 跟他们这两个 差样最好的 两个大姐 哎呀 但是我也很快乐 只是劳动 什么都不想 累得自己 回去就睡觉 躺着就找 吃一大堆饭 又是三斤多 躺着就睡了 所以第二天又去 早上起来又去插样 因为你是评比里边 第一的 就是你这盘家 这两个插样的手 那我只能这样 就每天要强了 就这样的 就这样干 春天这样 秋天的时候 再说秋天 脱力 秋天脱力 水稻下来 割稻子 我在前面割稻子 我是因为高中生 所以我在我们 所有的学生里边 叫我们 那个割稻子 我是打头的 打头的也是正义的 劳力功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后边全老年妇女啊 什么老头啊 什么孩子们啊 就是割稻 割水稻子 就是排队 没有壮年人 轻壮年 轻壮年干嘛去了呢 他们去干嘛去了 不割水稻 他们跑着去割 那什么去了 冬天去割 那个什么 叫什么 那个叫 叫什么 那个那个 就河里那个 那个东西 回来 做纸 那个 割纳管去了 因为他那个东西 拿回来以后 他送给工厂里 要 要的话 他会给他很大的费用 就是去的时候 比工分高 他们都去 割 那个 割那个 割那个去了 叫什么了 我给一下就忘了 叫什么 哎呀 那么熟的东西 别忘了 天天有 我自己的脑子不行了 现在年纪不行了 就不说 将来更忙 所以这样 那我就打头 我打头呢 就后边 就重要的是 老年妇女 有得经 不是我亲属 我就我 我跟你说吧 只割两条笼 两条笼 就割不到一起 割不到头 人家都割完了 我在打头 带着他们 一人六笼 我们是六笼水稻 因为青年人 打头的 全是六笼 六条笼的水稻 你要割完 一直走那边 走到头 你等他们上来 你再往前走 可是这一个头 走下来 那是一百米左右 那下午两天 我已经割到头了 两点 别人后边跟我 还在控制节奏 大伙跟着 我不能太快 快了的话 后边跟不上 所以大伙就慢慢跟着 一百多人 跟着我 就是一点一点割 一片水稻田 就这么 百十个人 在一个摄影队 百个人割水稻 我在前边 队长让我控制节奏 我不能太快 但是我不行 亲人在后边 就两条笼 割不完 就在那后边 最后一个就是他 明显就割不了 实际上是我母亲 我妈妈呀 我一看她 我说我不管了 我唰就扫完了 回来 回头 一回头 两种地 瞬间割完了 我妈休息了 那你怎么办 那儿子 看见母亲割 他不会割到 我怎么得说 对吧 就这两条笼 所以母亲 也是为纪念 母亲 也去世了 我才说这个 当时作为儿子 你必须得这样 你不这样哪行呢 所以你干得好 但是我就不管 把市场队长说我什么 我先腾腾腾割完了 割完回头 我帮他割完 大伙还没割完呢 我就前面都看着他 队长说 哎呀 你这小子 太效力了 还给我夸奖我 我说行了吧你啊 完了 那就是七年吧 就经历这个吧 还说个笑话 差不多了 当然 不是有说个笑话啊 两个市场队说的这个 不是林彪事件吗 林副主席 他之前都喊林副主席 对吧 林副主席万岁 前面还有一个 就是六九年那个 中苏那个东西 苏修那个 先说这个吧 农村笑话 这摄影队讲话 讲话的时候 就是说六九年那个 苏修不是这么早事件吗 摄影队讲话 苏修亡我自行不死 大喇叭里啊 苏修亡我自行不死 妄想把俺们这么倒 变成他们子玛地 殖民地 他认为是芝麻地 变成他们芝麻地 他妈了把子 小尾都不让 我们还留着中高了你 第一个 六九年啊 对苏修事件的一个评估 广播喇叭啊 第二个广播喇叭 对林彪事件的 这个叙述 原来叫林副主席 那哪敢说这个 林副主席 万岁了都 万寿无疆了 或者是什么 千岁万岁了 反正喊着口号林副主席 结果林彪这个 一下 在温多尔汉嘛 一下掉下来了 传出来以后 苏修队广播了 现在不那么称了 我是林副主席了 怎么称我啊 林彪个小别堵着 活着嘎咕 死了还嘎咕 人家死了 冰凉忘形 他死了 温多尔汉的还出汗 温多尔汉落地 他说他温多尔汉的 还出汗 好了 今天就到这啊 大伙快乐 上帝祝福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